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五同浩 在今天的这个我们大家新闻开始前呢 我想要 就是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先问你们哦 就是对于现在呀 不是市场的房市整个情况吗 你们对于房价是持续看涨呢 还是趋于保守呢 就是他可能有下修的可能 先问老吉好了 你是什么 我一定是 因为房市有涨有跌嘛 所以我现在大概是趋于保守 他不会永远涨 不会啦 好 那五同浩呢 他看起来就是没有要下 很涨耶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呢 我们听着你们这两个的回答 我们听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差异嘛 对 同时我们也听出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你真的老了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就是有人有做针对就是购物意愿这件事情做一个调查 他说未满30岁的人他看涨房价的比例最高64% 然后30岁到34岁的人他看涨的比例差不多在52% 35到44岁的人剩下44% 然后45到49岁的人剩39% 60岁以上的人剩28% 原因是因为呢 因为现在年轻的族群 也就是可能八年级生的这一群人 他可能还没有看过房市的修正 还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 对 所以加上他们购物的状态可能偏刚性需求 因为就是要成家的那一群人 所以他们会越看房价觉得他越来越贵越来越贵 对于房价看涨的比例就会最高 但是年纪大的人呢 因为他经历过房市的这个景气循环 起起伏伏 就是你每次在说的用经验去判断 知道房价会起起涨涨涨润润润 加上年纪大对于风险的承担能力有限 因此调查发现年纪越大的族群 对于房价的看法会 有时候会比较保守 就是他会去评估现在市场的一个状态跟情况 就不会是一直看涨 因为我会讲这个是因为 记得只有一阵子你不在嘛 对 然后我的角度就是 我一直觉得房市就是会一直涨涨涨涨 绝对不会跌下来 嗯 你看我是年轻人 年轻少在那边 什么我看 看什么 你前面扑那么长的梗 就是要讲说你是年轻人 对 不要脸的东西 对 把它全部推到年纪上面就没错了 但是这个讲的是没有错啦 因为我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觉得 好像房价都不会下来 但是你真的就是经历过 因为可能你不在这个业界 你都会注意到 更何况我们是在这个业界嘛 所以你就看了 哇生意好做 生意不好做 生意好做 生意很辛苦 这样子 你会经历过这个时间点 所以房价没有下跌吗 会啦 会下跌啦 如果说 因为我们的听众可能应该有蛮多是在 应该三十岁到四十 四十岁之间应该也蛮多听众的吧 蛮多的啊 你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我们大概比例是多少吗 三四十岁的 三四十岁差不多一半以上哦 真的吗 嗯 哦 OK好 那呃 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 嗯 是啦 就是房价会有上上下下 它不会永远都不跌 嗯 但是 整体大环境的房价下跌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有没有好处 其实对我们一般自住客 来讲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好处 因为那个时候的房贷不好贷 哦 是因为见价吗 呃 对啊 你的价格就就没有那么好嘛 嗯 哦 当你房市整个在看涨的时候 你甚至有的时候 你可以贷款 贷到就是你买 譬如说你现在买 买了以后 等到你乘务以后要去做房贷 就你的你周遭房价已经飙到跟什么一样了 对 那你希望多贷的时候 银行当然觉得说 哦 你这个已经具备这样的实力啦 你可以啊 很划算 对 然后再来就是有的时候你整个房市下去的时候 然后你买的区域又不是很好的时候 然后你有时候要要去弄贷款 你会发现 哎 结果只带到六七成了 嗯 啊 就是你你你的价格的六七成了 那银行会跟你讲说 这个我们我们这个估价是好像说 这个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哦 你会觉得 三小朋友 你现在在讲什么东西啦 啊我就买这个价格啊 怎么会没有 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啦 但这个有没有发生过 有啦 哦那发生过几次 至少我 我有讲过嘛 我看过三次嘛 哎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不就代表 我们之前在讲 被炒过高的蛋白区 对 现在在遇到就是 现在打房嘛 所以他们变成 不是打房 现在打炒房嘛 对 所以他们变成 呃 整体的市场就没这么热 对 那万一他们真的价格被下修的话 对 他就没办法贷款了 呃 就是带起来没那么好啦 就要再多去借钱啦 因为会不够啊 呃 是有可能啦 但是你说 如果 如果现在他房子 比如说讲到三年后才交屋的话 那他真的需要担心喔 嗯 那三年后的贷款市场 到底是怎么样 你 你不知道 但是那个时候 可能很多建商会是为了帮助你能够交屋 嗯 免得他真的建商麻烦 嗯 比如说刚刚讲蛋白区嘛 你交回给我建商 我也不一定卖得出去 所以我就跟给你 比如说这个 呃 建设公司贷款给你 哦 贷款那10%给你 嗯 好 就有点像信贷一样啦 嗯 然后让你分期 可能分个第一年付完给我啦 给建设公司啦 那你前面三年的话 你如果你是 你是首购的话 就要你用这个宽限期嘛 嗯 那我可能 比如说你前面是宽限期三年 那我带给你那呃 比如说10%15%的价金 那我可能就让你分三年还 也有可能啦 嗯 要或是分两年还 也有可能啦 他建商还是会帮助你交屋啦 你不要觉得说建商哇 都是邪恶的 但你也不要觉得建商好慈悲啊 你真的退回去给他 他也是很痛苦 他如果觉得很痛苦 那你就知道你这边 在这个时间点 大概你要上涨的空间 转卖的空间不高了 嗯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退回给他 他马上给你拿回来 没关系 那你交不出来 不然你就退回给我 那你就知道你 你你你当时买的这个区域 的确是他具具备 还具备上涨的实力 嗯嗯 哦那这时候 如果建商这样讲的话 可能就拼死 要把钱抽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 但是问题是你会找他谈的话 你可能一开始拼死 你就 抽不出来了 对啊 而且再来是 你买的区域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这个精华区 你在呃可能要交屋的时候 你大概也感觉都出来了吧 嗯 对不对 因为有的是在卖很远的梦嘛 那那个梦有多远你不知道吗 嗯 对啊 但有的是你会发现 啊他就没有多久 他就要发生的梦嘛 嗯 就像我之前讲说 在青朴那一代是呃 呃 比如说八九年前的青朴 嗯 七八年前八九年前啊 二零 八年前嗯 的青朴 那一波长很快 然后但是后来 他却有下修 而且那时候下修的很夸张 那段时间点是因为 梦很大 嗯 但是除了梦以外 其他是空的 但是这一次他长上去之后 他不只是梦大 那有些东西真的都陆续进来了 就先先先讲 比如说什么 什么Olet也去了嘛 嗯 三井Olet也去了嘛 嗯 OIKEA去了嘛 嗯 对不对 那光是这几个 你大概就知道 他还有什么商城要过去啊 国泰 对不对 好 嗯 所以看起来 这边就不是只是单纯的 白日梦了嘛 没错 所以他这一次要下修 有没有难度 呃 我觉得下修的幅度不大 当然当时有一些 呃 过度吵的 嗯 就是最后这个阶段 譬如说2021尾巴 2022年初 这段时间突然 譬如说 哦 呃 假设我举例 譬如说 我们大家讲说这个 清浦已经朝四十几站稳了 哎 怎么突然有六十几万的价格出来 嗯 但是现在清浦是不只是四十几站稳 应该是 嗯 我觉得站稳五六十是有啦 嗯 但是不是说七十几万的 七八十万的价格出来 那是因为含装潢嘛 嗯 对吧 就是有时候在这个尾巴的 他突然爆升一两个案子 就价格突然拉很高 那个我觉得那个会 那一段时间的一些案子可能 哦 就是因为价格太高 价格高出那么多 到时候你要转手 可能不太好转啦 嗯 但是 你可以持有持有到一段时间是 当他价格超过你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那个区域会涨 嗯 对 那你就会有信心嘛 那我们要先有再多付两年啊 那之后我要卖再说啊 嗯 如果说你的投资都是以中长期来看 大致上 呃你在做房地产要亏 不会是很难 不会是很容易的事情 嗯 哦 就是你要赚到钱 不会是难事啦 嗯 当然如果说你一次持有多间的话 那你就要去想想看你的杠杆 是不是撑得过啦 嗯 但是如果说你是买一间 那你知道那个是 未来的精华区 他未来会发展起来 其实我觉得你买那一间 放在那边 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啦 什么时候而已啦 你只要够付嘛 你说至少十年内有够付 那大致上都没有问题啦 嗯 嗯 但是你不要买一个荒山野岭 你看 好大概十年没问题 是啊 但是这边发展起来 要等五十年 好那就是有点远了啦 对不对 嗯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哦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期 拜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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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